9月22号 英国央行跟着美国大哥一起宣布加息 这个时候英国的国债 又叫金边债券Gills涨了20个基点 还算基本稳定 不过到了9月23号的时候 英国的特拉斯政府干了一件纯事 就是利央行的货币紧缩政策宣布了放水 这也就造成了英国国债的狂跌 也就是国债收益率的狂大 大家看然后英镑对美元和欧元也都在狂扁 然后它的流动性 国债的流动性就变得very poor 非常的差 然后这个时候英国的养老金就坐不住了 因为他们都是带了杠杆 现在要被要求追加保证金 要麻进阔了 为什么养老金是带杠杆 可能会有麻进阔 我前面已经有视频解释过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 然后就到了9月25号英国时间的周天 亚洲开盘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英镑又继续在跌 这个时候英国央行就开始担心 英国这边开盘了以后 英国的国债也会继续跌 果不其然 9月26号开盘以后 英国的国债收益率上升了50个基点 9月23号以来 是总共上升了80个基点 80个基点什么概念 如果按照30年国债 差不多20多的97算 那又差不多跌了20%左右 这还是没有杠杆的情况 杠杆下跌就更多了 而且国债的流动性又在继续变差 有多差 他们说当时的时候 是养老金如果要满足保证金要求 全部要卖的话 是500亿英镑的国债 但是每天的国债的交易量 也才120亿左右 这就是典型的流动性问题 要知道大家如果恐慌的卖国债 国债收益率还会继续上升 然后会带动更多的爆仓 结果就是到了9月27号的晚上 然后英国的30年期的国债又上升了67个基点 这个时候英国央行就坐不住了 然后他们就连夜 在9月27号的晚上就商量了一个对策 商量了一个解决方案 并在28号宣布 这个解决方案就是无限量的购买英国的国债 我这个事情也在以前的视频里面给大家说过 它这个核心就是不限量的购买 但是限了时间是到10月14号 这个新闻出来以后 英国的国债的收益率当天就跌了100个基点 上面说的这些都是英国央行 在10月5号自己发的备忘录披露出来的故事 这以后的故事就更精彩了 首先是英国政府出来自己打自己耳光 认错了 放弃了财政放水的减税计划 感觉特拉斯政府这次是颜面扫地了 其次欧洲的一些银行 比方说瑞士信贷还有德意志银行这边 又传出来因为债券价格的暴跌 这些原因可能要破产了 他们的CDS也暴涨 最后前面不是说了吗 英国央行的无限放水买债的期限是到14号 现在不是快要到了吗 于是美国和世界的股市在市也跟着时间动荡起来 先是前天英国央行的总督出来说我们要有公信力 我们说了14号要收水就得收 这话一出来美股本来是要涨的 然后突然间就开始给拉跌了暴跌 然后英国的30年的国债收益率居然直接冲到了5%的收益率以上了 大家看比旧市前还高就说你政府怕不怕 然后昨天又有没有确认的消息说 这是英国的金融时报说的 可能央行要顶不住了 要延长14号期限 于是股市和债市又开始涨起来了 大家看到了吧 英国政府搞的闹剧还没有完全解决 最近三周美股甚至世界上的股市和债市走势 基本上都是在跟着这件事情走 所以我们应该重点关注 拭目以待